大家好,我是陳啟陽 在這個影片中,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major scale, minor scale 以外,一些不同的七音調色 也就是不同的mode 在調整音樂中,最常見的就是major mode或者mine mode 我們知道major scale有這七個音 如果我們想將這個scale變成一個natural minor scale 我們就要將它的第三音,第六音和第七音都降低半度 也就是加上b3,b6和b7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除了這兩款scale之外 我們還可以改變什麼音,令scale變成不同的mode 在這裡我就會介紹幾個現在都會經常聽到的church mode教會調色 我們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古典音樂 又或者是之後發展的流行音樂,著士音樂等等 都可以找到這些調色 首先我們回到這個C major scale 看看C major scale裡面的音,怎樣可以變化成不同的mode 我們會了解到,既然這些不同的mode都跟C major有一樣的音 為什麼它們會叫做不同的mode 在畫面上看到的分別是C Aeolian,D Dorian,E Phrygian,F Lydian,G Mixolydian,A Aeolian和B Locrian 它們都是由C major的C,D,E,F,G,A,B這七個音來組成的 它們之所以有不同的名字,被稱為不同的調色 就是因為作曲家在使用這些不同的調色的時候 寫出來的旋律和和聲都會強調一些不同的音 例如C Aeolian就和C major scale一樣 都是用C這個音作為一個中心的音,也就是centric pitch 而Aeolian的結構也是和major scale一樣 如果用sofage去想,它們所強調的就是這個導音 即是旋律和和聲都會經常出現這個音 而當它周圍的音都是圍著它來轉的時候 就可以幫我們感受到C音是受到重視的 經過這樣的強調之後 每當C音再次出現,它就可以給人一種安穩的感覺 這個就是C major,又或者是C Iolian mode的特色 然後我們來看看D Dorian是怎樣運作的 如果我們用fixedo的sulfage去想的話 它就是一個從Rae音開始的scale 但如果我們只有這些音的話 就不知道它和C major的Do,Re,Mi,Fa,Sol,La,T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們就要特別留意一下 音樂裡面的旋律和和聲 能不能夠強調D這個音 令D音成為一個重心,一個centric pitch 例如,如果我們在D Dorian mode裡面 我們期待會聽到的可能就是這樣的特色 我們可以將它和C Dorian做一個比較 假設我們用的音都只不過是T到Rae,Mi,Fa五個音 如果我把它寫成這樣 它聽上去就是一個Dorian的感覺 因為現在是Rae音得到強調 而如果我寫成這樣 它的重心就會放在C音或者是Do音 所以它聽上去就會是一個C major或者C Aeolian 我們可以嘗試比較多一次 然後我們來到E Frigid 它是一個由Mi音開始的scale 它所強調的音自然就是Mi音 我們聽到Mi音的重複 和四周圍的音和它相對的音程 我們就會感受到Fritian mode的聲音 如此類推,如果我們來到F Lydian 它的centric pitch就是一個F音 而Lydian mode就會透過它的structure 去強調化這個音 我們先聽一次F Lydian mode 相應地F Lydian的旋律 就應該有強調化音的感覺 然後來到G Mixolidian 然後來到G Mixolidian 就是G音作為一個centric pitch 然後Mixolidian 就是強調了So音的一個Mode 來的 所以它的旋律聽上去 所以它的旋律聽上去就會強調了So音 這個音 而之後的A Aeolian 就和A Natural Minor是一樣的 A Aeolian和A Natural Minor都是以A做主音 而它的音階結構是會強調了拉音的感覺 而最後這個B Logrian就是以B音做主音 它和Lydian一樣 主音會和調色其中一個音 形成三傳音tritone的距離 而它的音階結構是會強調了T這個音 我們用完Solfage的概念去理解這七個調色之後 我們試試transpose所有的調色 令到它的主音centric pitch都變成C音 我們就可以容易去比較 它們的音階結構有什麼不同 首先我們來看看D Dorian 我們現在知道D Dorian是一個由D音開始的Mode 音階結構是Re,Me,Fa,So,La,T,Do,Re 如果我們把它變成C Dorian 我們可以把C當成一個Re音 然後跟著Re,Me,Fa,So,La,T,Do,Re的結構 去組裝一些音出來 看看它和一個C Major Scale有什麼分別 我們首先聽一次C Major 或者是C Iolian 然後我們比較一下C Dorian 比較之下我們會發現C Major Scale 加上B3和B7之後就會變成C Dorian 然後到Phrygian 它是一個由Me音開始的Mode 我們又試試比較C Major和C Phrygian 比較之下我們發現C Major Scale 加上B2、B3、B6和B7 就可以變成C Phrygian Mode 然後我們看看Lydian Lydian是一個化音開始的Mode 如果我們把C音當成是化音 然後再組成Fa,So,La,T,Do,Re,Me,Fa 就會得到一個C Lydian Mode 我們比較一下C Major和C Lydian 要將C Major變成C Lydian 我們只需要加上一個Sharp 4就可以了 然後到Mixolidian C Mixolidian 即是將C音當作主音 然後它的結構是將C當成是一個So音開始 上面猜出So,La,T,Do,Re,Me,Fa,So 我們又再比較一下C Major和C Mixolidian 有什麼不同 兩個調色都只有一個音不同 我們只要將C Major加上Fb7 就可以得到一個C Mixolidian 至於C Aeolian 我們之前說過它是和C Natural Minor一樣的 所以由C Major變成C Aeolian 只需要加上Fb3、Fb6和Fb7 我們可以再比較一下 Locrian是一個T音開始的Mode 好,C Locrian也就是C音做主音 然後將C當成一個T 上面砌出T,Do,Re,Me,Fa,So,La,T的結構 我們看看它的音和C Major Scale有什麼分別 相比起其他之前介紹過的調色 要將C Major Scale變成C Locrian Mode 它要轉的音是最多的 我們要加上Fb2、Fb3、Fb5、Fb6、Fb7 這五個音才可以將Major變成Locrian 以上就是七個教會調色的簡單介紹 如果想聽聽不同的調色可以砌出不同的和聲 那就可以玩一下Description Box裡面的遊戲 到最後的多樂趣了 到最後的音量都可以拍一次